北京的文化 今天是華僑日 為什麼你們華僑日沒有去慶祝 沒有去Happy Happy要來這邊抗議 華凱麟哥 在我身後的這群華僑 在台灣叫做無富有幾國民 什么叫无户籍国民 有国籍没户籍 台湾政府给我们一半的身份 但我们在台湾像是半个外国人一样 生活很困难 所以今天华侨日我们只能在这边抗议 因为台湾在1991年的时候 有一条法律改了 所以我们的身份证没办法申请 从1991年到现在 我们申请身份证的条件非常的严格 台湾的内政部要发给身份证 给我们台北市动物园的熊猫 一样身份证 我们在台湾这些狗啊 在台湾十几年二十年了 身份证 你有带到吗 有吗 你有带到吗 我有带到 他没有健保 生病住院就一定要欠大笔的医药费 每六个月就要出境一次 如果超过时间没有出境的话 他就像是外国人一样 预期停留 要被遣返出境 这些问题 像是一个大球一样 随时会让他的生活爆炸 老陈到了乔委会 乔委会说 哎呀 我们只负责邀请海外的华侨回来 庆祝国庆啊 庆祝国庆 在台湾的华侨 他没法打赏 所以健保的事情 你只能到健保局了 老陈到健保局 健保局说 你是国人 没有护照 只有护照 没有居留证 你没办法有健保 居留证的事情 你还是去找移民署 内政部吧 老陈又到了内政部 他头发都白了 内政部说 啊 依规定啊 居留证 你要连续停留 七年 你才可以申请居留证 现在我们已经有提修法的草案了 可是立法院不通过 我们也没办法啊 啊 你还是去找立法院好了 老陈又被推到立法院 立法委员说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个法案啊 这么多 实在 你看看现在立法院 又要倒阁 又要罢免 你还是再等等好了 老陈就这样被推来推去 这就是我们菲律宾 华侨 无户籍国民的情形 从2009年开始 我们菲律宾 归桥关怀连线 到各部会 桥委会 内政部 立法院 健保局 到处去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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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求助 像是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 踢来踢去 这个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 是谁害我这么惨的 台湾 我们是台湾政府 对不对 对 是台湾政府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是台湾政府 都会 在台湾政府 对不对 我们是台湾政府 而且可以肯定 而且太� mansion 可以进入了 渐渐�� ゴ�� 像什么 那简 남� leftover 我ances 从过来 一起 大家好,我是比利品瓦橋,我是沒有錢包卡,我三病兩次淚色在醫院,我算很多錢,七萬八,我絕被人錢慢慢換,有利息二十八,沒有多久,我三病一次,長腫瘤,我害怕。 一樣,算很多錢,到戰賽,我去看醫生,我來台灣,1999年七月,不能用special program,so still overstay,謝謝。 我們手上拿的台灣護照是什麼樣的?中華民國進戶掉了? 中華民國政府發的,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為什麼國家還要給我們差別待遇,分什麼有戶籍,無戶籍的? 剛才吳志安有講到,台灣當地的人根本搞不清楚把我們當作外國人,我們應該有的權力全部都沒有,我們沒有健保,有勞保,但是老闆不知道你到底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通常他都不給勞保。 我們如果遇到問題,要向誰求助,不知道,因為常很多事情都卡著,你沒有護警,你什麼都沒有,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我們要加油都卡著,對! 來,三分給一半! 三分給一半! 叫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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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三分證! 還我三分證! 在日兵、華僑、馬布海! 馬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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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謝謝!